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勒頭 同學說2024年第23個禮拜 加拿大經濟開放 央行宣佈了減息25 basis point 之前在錄片講這個流房數字的時候 有講過明天 講這個股市開放的時候 都會和大家分享多一點 因為不單止只是減不減息 而且就是已經減息的時候 未來的部署是什麼呢 經濟學界裏面有兩個爭議性的說法 明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主要和大家說 5月出了就業市場 有什麼特別或需要關注的地方 增加27,000份的職位 全年計算的話 102,000份的職位 不算太差的 但很明顯就比美國那邊強勁 就是弱一點 也都反映了 息口的加幅 對於整個Mortgage 對於整個業界 Business那邊的負擔的時候 你也看到經濟減退情況 從一個央行角度 其實你可以說是比較理想的 美國那邊 加極還是那麼厲害 反而是在聯儲局失控的情況 所以你們兩看 各行各業來計算 最強勁的增長就是醫護和社工界 增加3萬份的職位 這個界別在過去一年都是穩步地上升 全年就是由上年5月同期 升到現在就增加17萬份 或者6.5%的上升 非常厲害 其次就是金融、保險 以及地產經紀界 無論是賣樓、買樓或者租樓 增加29,000份的職位 上年因為加息週期 所以有很多工種 是停了在這裏或者流失的 而去到2023年底 11月的時候就開始有一個pick up 全年計是76,000份的新增 或者5.6%都不錯 跌幅最金金的 反而就是你買樓買樓就暢旺 多一點的工種 反而起樓、供應那班 construction就跌3萬份 抵消了之前的big even 所以全年計的話 跌3萬5千份的職位 少了一些工人 2.2%下跌 其次就是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e 交通和貨倉朋友 2萬1千份的下跌 反映了 先說一下失業率 失業率不算太大的分別 由4月的6.1%上到6.2% 輕微地上升 亦都比起上年同期5.3%為高 這個跟美國都差不多 這個percentage當然我們高一點 主要來講計算問題 還有我們那個 full employment 都是弱過他們那邊的 這個是自古以來也是這樣 沒有太大的爭拗 但是美國那邊也是 全年上升了不少 我們也是 但是仍然是維持一個 歷史低的水平 所以不算太有問題 在這方面 反映一個什麼的現象 第一就是 part time浪潮 在新增的2萬7千份職位 實際上 6萬2千份新增 就是part time部分時間 就是三日工 或者以下的就叫做part time 而full time 實際上 跌渡3萬6千份 跌渡3萬6千份 當然 全年計的話 part time 增加14萬份 而全年計算是增加26萬3千份 所以總計算是4萬2千份 那就 不要問我的 run of 1000是怎樣 Anyway part time 當你是很多的時候 或者趨勢佔多的時候 是好事 還是不好事呢 很depends on part time 是自願part time 還是非自願part time 你說 part time 也有自願嗎 其實是自願的很多時候 例如 如果是行業性質的 你是負責做圓丁的 在加拿大冬天 其實是沒有什麼做的 如果你不找第二份工作的時候 你就簡單變成一個自願part time 或者你負責是橙雪工人 你一有雪橙的時候 就代代平安 鬼死那麼多錢 試過有一年 加拿大 至少多不多 落雪落到趴在那裡的時候 他基本上 十二月都沒有過 加拿大多不多政府 就已經用了所有預算 那些橙雪工人發過肥仔水 那你如果其他時間 你不是做其他工的 那你就也是自願part time 的一個工作性質 另外譬如你旅遊才算 那你現在少一點 但也有的 災團的話 你最主要是夏天的時候 就有很多團可以成行 其餘的時間 可能你就是 不是的時候 你就part time 那時候我還是很小 跟我爸爸去泰安旅遊的時候 有個年輕人 當然他年輕人應該比我大 那時候 他就是part time 就是回四個月 其餘那幾個月 他又會回香港做事 當年 當然 挺特別的一個工種 也是自願part time 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情況 就是你身體不好 就要選擇part time 但某程度上 因為身體的緣故 不是人迫白 或者是為世所迫 沒有功能 可以做 所以你選擇去part time 這些就自願 還有另一個就是 你有錢得罪 或者是你都做到 差不多一年多的時候 你就會選擇去自願part time 舒服些 或者是多一點時間 去做一些lashers 各方面 在經濟學來說 也有說過 即是你 either就是 labor 或者是lashers Depend on你如何分配的時間 各方面 其他那些 你就可以定性為非自願part time 所以你解釋到 年紀相對大的 即是加拿大的統計 通常是55歲以上的 那些就會多些是自願part time 而少些是非自願part time 反而年輕少少的時候 你真的很想找份正職 找份full time的時候 但你就被迫那些 就叫做非自願part time 那麼對比上年 非自願part time 20年數percentage 是升了 15.4%上年 現在就升到18.2% 即是增加到不少 即是如果你照除的話 即是增加成20% 都很厲害 很變態 那麼當中 當中 值得擔憂的是 年輕的男子 即是24歲以下 這樣就增加5.6% 去到17.7% 5.6%就是560個 basis point 而這個其次 就是25至54歲的女子 增加2.9% 去到22.6% 去到22.6% 那個非自願 所以 去到正常的水位 即是25至54歲的水位 那些人通常 part time都是非自願的 這個數字 值得去研究 還有擔憂 因為其實 如果太多人 是非自願 part time的時候 其實反映了經濟 是 即是 不單止 你看到 那個就業數字 是歷史新低 但實際上 裡面 就是虛火很多 都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 就是 年輕的女士 在剛才我們說 27,000份的新增 而這個part time有 62,000份裡面 當中 年輕人 就增加了 好似 好似 25,000份的新增 即是佔了整個 majority 都是年輕人的就業的新增 挺有趣的反應就是 女士 女士 當中 就有48,000份的新增 而 男士 就得 23,000份 還要跌 即是互相抵消的時候 就變成了25,000份 那 為什麼女士會新增呢 你以為 就很正逗 但實際上 它 是 九個月以來 都是跌 今次 就是一個超級大幅的反彈 在當中 如果純粹是虛火 下個月又再陰桿 即下跌的時候 都不是一件健康的事 年輕的小妹妹 他們 穩功 相對來說 反映了一種困難 在當中 而年輕的男士 對比起 4月的時候 新增39,000份 你可以說 For whatever reason 就是Walk Offset 回頭 你看回 整體來說 年輕的小朋友 即24歲或以下的朋友 就業數字 都是跌 跌 跌 從2023年3月 比例 就業數字是59.4% 到現在 是55.6% PCOVID 平均來說 由2017年 到2019年 大約 58.2% 所以 無論是對比一年前 又或者對比起 PCOVID 年輕人的就業 都是跌 跌 還不算 part time 數字 升高 而part time 數字 裡面 非自願成 也是升高 這些都是一些 不見得特別帥 而社會 一著增長 經濟一著增長 的時候 有部分人 亦都不能夠 完全受惠 或者 經濟不能夠承接到 這群人 其次 可能小一點 就是 Employment rate 整體的就業數字 對比整個人後 5月 對比4月 輕微下跌 0.1% 到61.3% 但這個數字 已經連續8個月 在陰桿式下跌 曾幾何時 2023年 剛好 基本上廢除所有疫情 禁界的時候 可能還有人 要戴口罩 62.4% 所以 變相 2023年 頭 已經跌了1.1% 但這個OK 這個OK 主要原因 是因為 加拿大太多人口增長 無論是增長 或者是新移民爆多 尤其是疫情之後 滯後 再湧多些 人口多了 基數 大了 但就業新增的職位 又不算多了很多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現象 但 如果我們相信這個是滯後 是會有pick up的 但是各行各業 加上政府的措施 是需要來 能夠吸納到 這麼多人口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你看到現在 就是part time多了 而且 年輕人 亦難了 找工作 這些 亦都是 假設 半年至一年 都不能消退的時候 都會養衰 所以某程度上 你可以說 加拿大央行 在這個時候 終於 是 消除了 他的2%的執迷 來開始減息 有些爭議 是否減得太早 那些 都是一件 對於整個經濟 是有舒緩的作用 但是 減息 如果要真正去 影響到 影響到市場 包括就業市場 可能 又要等一年半再 才會慢慢反映出來 到時 又是什麼世界呢 跟大家繼續密切 關注和分析 今天講到這裏 歡迎大家 Like、Subscribe、Share BillyBalatalk 希望這個數據 能夠幫助大家作為參考